香港全程黑衣日反洗脑张璇声援别放弃 香港人反对中小熟课程纳入爱国等 如爱共产党的洗脑式国民教育科反洗脑行动一波接一波 一开始由学生发起的绝食已超过100小时 昨天有9名70年代活药的香港社运分子 包括资深演艺界人士陈建勋等也加入绝食行列 这批当年的社运分子现在年纪都超过60岁 他们认为独立思考非常重要 因此要站出来保护孩子 虽然昨天晚上下着雨 香港民众还是穿着雨衣来打气 近万名民众把政府总部外的广场挤得满满 附近的行车道和天桥也占满人 香港的死老教育危害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香港使们做起来健全反对 因为他们还小嘛 如果你小学的时候 他们没有支持独立的思想 他们会很容易给人家去挟脑 不是那么快 那么冲动 就是要硬去去 要硬地去去行国民教育 所以我就来支持他们 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下雨的 但是有那么多人来支持 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 昨天呼吁香港民众今天穿黑衣上班 学生绑黑丝带上学 详意全程黑衣日 下班下课再到政府总部集会 而台湾歌手张玄昨天也在脸书po文 力挺香港学生的反洗脑行动 写给香港不要放弃 不要轻易为每日可能遭遇的打击与误解而心慌 不断地回顾初衷 保护你们的初衷 永远回到坚持核心诉求 让愤怒与冷静 同步汇集成最大的力量 去判断每一件会发生的事 坚定说明诉求下 要的那份公益 动新闻香港民众不要放弃报导